这个视频我们来聊聊苏氏的定风波,这首词是苏氏屋台诗案之后折居黄州时所作,那是春季底的一天,苏氏和友人到沙湖巷看农田,准备在沙湖买田中老,看完农田回来时,途中忽然下起了雨,雨具不在身边,同行的友人都狼狈不堪,只有苏氏若无其事,依然淡定从容,他说, 墨天川林打夜声,何妨吟笑且徐行,吟笑就是吟勇长笑,徐是慢的意思,不要听那雨点穿过树林打在叶子上的声音,尽管吟着诗,吹着口哨,慢吞吞的走好了,苏氏还真是很超然啊,那有语句,浑身湿透,他也不在乎,他说,乳杖盲邪,轻胜马,谁怕,一所烟雨,润停声。 毛鞋就是草鞋,缩就是缩衣,用棕树叶编制成的雨衣,谁怕,就是探什么有何可怕,那竹杖和草鞋比马匹还轻便呢,一点点风雨有什么可怕。 在漫天的风雨中,披一件缩衣,任凭风吹雨打的事,我平生都经历惯了。 这里的风雨寓意深刻,不仅这眼前的风雨,其实也象征苏氏他经历的一系列正举风云。 面对自然的风雨和人生的风雨,苏氏说,谁怕,真是具有广阔的胸襟和孤傲的性格啊。 在漫天的风雨中走着走着,忽然雨停了,携带着凉意的春风迎面吹来。 苏氏说,廖翘春风吹酒醒,飞冷,山头斜照,却相迎。 廖翘形容春天的寒意,斜照就是偏西的阳光。 风带来了春天的凉意,吹得我的酒也醒了,身上微微觉得寒冷,天气放晴,哪山头的斜阳迎面照射过来。 啊,刚觉微冷,便有斜照当头,天气弄人,不如顺其自然。 带着这样的感慨,回头凝望,苏氏叹道,回首相来,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,也无情。 萧瑟,指风吹雨落的声音,回望刚刚走过的风雨萧瑟之处,雨受风指,云霄雾散,那山头的夕阳也脸去了光辉,一切都已成为过去。 其实也无所谓风雨,也无所谓情啊。 结尾这句,回首相来,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,也无情,蕴含哲理,分外动人。 其实,苏氏只是在路上淋了些雨,不过是一件芝麻小事,可是苏氏笃剧会演,从这件芝麻小事中看出生命的哲理。 自然界,有阵风骤雨,不过都会过去,过去之后,再回头张望,即使一切稀松平常。 人生的旅途也正是如此,会有挫折,会有痛苦,但过去之后,也都觉得不算什么。 从这句中,我们也可以看出,经历过五台事案,惨痛折磨的苏氏,在痛苦之后,已经躺开胸襟,对穷达命运,不再患得患失,拥有了任其自然,旷达乐观的心怀。 我们这些后代的小读者们,也沾沾苏氏的光,好好地,幸福地,从这超矿的诗句中,吸收些来自苏氏的精神滋养吧。 定风波 莫听春林大夜声,何妨言笑且寻行,主杖盲邪,青圣马,谁怕,一所烟雨,任平生。 撂翘春风,吹酒醒,微冷,山头邪罩,却相迎。 回首相来,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,也无情。 好了,这首定风波就讲到这里,快去做题,拿金币吧。